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你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活迹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又能够在今天的活迹节目当中 跟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欢迎你的收听 还记得在前几次的节目里头 我跟你提到 神要求我们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 必须带着礼物和祭品 而我们特别思想过了一种灵迹 那就是感谢 这个礼拜我要跟你讲第二个主要的灵迹 是紧接着感谢这个祭的 那就是赞美 那接着下来几次 我们都会讨论赞美这个题目的 好我们现在开始看看今天的主题赞美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而充满了荣耀的主题 整本圣经从开始直到最后的一卷 都满载着赞美这个信息的 赞美是源于天上 是永恒不止息的 将来在天上 一切生灵的工作 就是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向神发出赞美 因为不间断的与神亲近 就需要不间断的赞美 那将来在天上固然要赞美 但是今生我们的地上同样也必须要赞美 那事实上 从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开始啊 就已经有赞美了 在约伯记的第三十八章第四节 神向约伯发问说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第七节 又说到 那时 陈兴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哎呀 你看呢 这是地球开始的时候 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呀 地球在赞美当中开始运行了 在这个地球上居住的神的子民 也要让这个赞美持续下去 直到世界的末了 头一样我要讲到关于赞美的 那就是赞美 是我们进到神宝座前的途径 换句话说 赞美能够引领我们进到神的宝座前 诗人在诗篇的第二十二篇第三节那说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不管我们是不是认识这个事实 神是王 但是当我们数他的子民赞美他的时候 我们就为他预备了一个宝座 让他可以坐在上面 所以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神就以我们的赞美作为他的宝座 那还有啊 赞美与感谢都是可以引领我们亲近神的 在诗篇的一百篇第四节 经文这么说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你看呢 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两个进入的阶段 第一个是进入神的门 跟着就是要进入神的愿了 诗人告诉我们 感谢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神的门 而赞美呢 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神的愿 以色亚书的六十章十八节 也描写的非常的美丽啊 先知对神的百姓说 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 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 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 称你的门为赞美 那我们看呢 神是在一个完全平安宁静的地方 不但在那个地方没有强暴和毁灭 就连强暴和毁灭的声音都没有 这是神所在的地方 神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 和他一起来享受 但是我们注意了 我们所用的途径 所有的门都是赞美 那就是说只有赞美才能把我们引进到神的居所里头去 圣经其他地方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些门啊 然后才能进到神的面前 而这些告诉我们呢 这些门就是赞美 没有赞美 我们就不能到达神的面前 没有感谢与赞美 我们就只能够像路加福音书里头 所讲到的那十个长了大麻风的人那样的 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那说 耶稣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 远远的站着 高声说 耶稣 这些可怜的病患者 因着他们所患的大麻风病 所以不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虽然耶稣怜悯他们呢 可是他们仍然是远远的站在那喊呢 不能来到耶稣的面前 除非我们学会了用感谢和赞美来亲近神 否则的话 我们也就好像那些长大麻风的病人一样的 只能站在远处呼求怜悯 很多人的祷告生活 可能正是这样的 十分可怜 然而 这种可怜的景况 并不是神要我们所享受那种祷告生活 神要我们学习用感谢进入他的门 用赞美进入他的愿 他邀请我们到他那完全平安宁静的地方 在那里不再有强暴和毁灭的事情 连声音都没有啊 这是何等有福气的事啊 但是 我们必须要记住 所有的门 全部都是赞美 除了赞美之外 再没有别的途径了 那么 前面我说过了 赞美是我们认识神 是王的方法 现在我再加一点 就是赞美同时 使神的百姓成为王后 在以色亚书的52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就这样的描写说 西安啊 兴起兴起 披上你的能力 圣成耶路撒冷啊 穿上你花美的衣服 因为从今以后 未受割礼不洁净的 必不再进入你中间 耶路撒冷啊 要抖下尘土 起来坐在位上 西安被掳的居民啊 要解开你景象的锁链 看到了吧 这就是先知 对神百姓所传的信息 过去长久以来 我们蹲在尘土里头 不知道我们原来 是有皇后的尊贵和威严的 我们好像奴隶一样的生活 但是神所渴望的 是我们成为一个统治者 所以神叫我们兴起 从尘土当中出来 抖去我们身上的尘土 解开向上的锁链 要坐在王位上 穿上华美的衣服 这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 恢复关系之后所应该得到的 这些华美的衣服是什么呢 圣经诗篇第九十六篇 第六节到第九节那儿说到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与华美在他胜索 民中的万族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 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贡物来进入他的愿语 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 看哪 神要我们以圣洁的装饰去敬拜他 那另外 在以色亚书的第六十一章第三节 圣经就这么说了 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 代替悲哀 赞美意 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称为公益树 是耶和华所栽的 叫他得荣耀 你看哪 在这个地方提到三样美丽的东西了 就是华冠 喜乐游 和赞美意 要以这些来代替 忧伤 失忆 绝望 在同一章的经文 在第十节那说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快乐 因他以拯救为一 给我穿上 以公益为袍 给我披上 好向新郎戴上华冠 又向新妇佩戴装饰 你留意了吗 在经文当中 美丽的描述 太美丽了 以拯救为一 以公益为袍 又有华冠和装饰 这一切一切都与赞美 一有关 当我们以赞美为一的时候 那我们就拥有了这一切的美好的 在以色帖记当中啊 有这样的一幅图画 当神的子民当时面临国王可怕的旨意 已经下达了 整个民族啊 都受到了威胁 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 一 是摩迪改的反应 另外呢 就是以色帖的反应 以色帖记的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记载说 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 就撕裂衣服 穿麻衣 蒙灰尘 在城中行走 痛哭哀号 到了朝门前 停住脚步 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 你看啊 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原则了 就是穿麻衣的 是不能进朝门的 但是以色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 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圣经就这么说了 第三日 以色帖穿上朝服 进王宫的内院 对殿站立 王在殿里 坐在宝座上 对着殿门 王见王后以色帖 站在院内 就施恩于他 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 以色帖 便向前摸杖头 王对他说 王后以色帖啊 你要什么 你求什么 就是国的一半 也必赐给你 以色帖认识他王后的身份 他不像莫迪改那样 穿着麻衣 不得进朝门 他乃是穿上朝服啊 进到王的面前 向王 为以色列民 求怜悯 求拯救 同样的 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也有王后的身份 让我们穿上赞美的衣服 去朝见神吧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